我们看到马英九在台南市主持全台首座 为安抚同项落成典礼呢 就在当天绿营就有人马上跳出来说 不要为了选举而消费为安抚 而台外事部门也是对外说明 说这个设立为安抚同项这事呢 台当局没参与 您怎么看待绿营的这种反应 我觉得绿营的某一些人事的反应 包括所谓的外事部门的反应 我只有四个字可以形容 叫做自我阉割 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台湾有很多人在网络上讲 说现在民进党的很多人 他其实是日本人的后代 这个说法我当然不赞成 我觉得不是这样子 那为什么他们这么护着日本殖民政府呢 是因为民进党的很多大金主 很多干部 在日本殖民时期 他们是既得利益者 就赚了很多钱 因为日本政府给他特许 所以当年日本政府在台湾所有丑陋的行为 这些当时候在日本殖民时期赚大钱的家族 搞不好都是帮凶 所以民进党的金主 当然不能够容许民进党 你去呼应国民党 或者是多数台湾人的主张 就是我们要 什么叫转型争议 就把日据时代 一些不合理的事实 把它扭正过来 所以民进党政府 民进党的支持者 他当然就不能同意嘛 所以包括我们看到有民进党的地方民代 小朋友啦 他大概不了解历史真实就被洗脑 所以人家说什么消费 他就跟着讲消费 他恐怕连消费是什么都不知道 我们在追求正义 这个绝对不是消费 那至于外事部门讲那样的话 大家都很清楚 这个就是要讨好日本政府 要告诉日本政府说 没有哦 我们没有参与哦 我当然知道你没有参与嘛 因为民进党的整个政府 看到日本 他基本上就挺不起腰来 我们过去我在这个节目我也讲过 民进党就是自己想象 他可以抱着日本的大腿 去对抗中国大陆 这个策略是完全错误的 日本也好 美国也好 都是非常现实的 他的外交策略 就是对他自己有利的时候 他就会来利用台湾的这些民进党的 这些少数自以为是的这个支持者 所以我们从这次的外安妇事件 性奴隶事件 我们可以看出来 民进党的本质大概就是这样